萬安已經是在台第四代了 馬上他們已經有三保 這個第五代了 我想就像在台灣的這一代接一代 大家都是這邊的一份子 共同希望這個社會能夠更和諧 那萬安是我們國民黨終身代裡面 最重視轉型正義 也是推動整個和平紀念日 以及相關活動上面 最認真努力的 我也相信他擔任台北市長 會更重視這一塊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們這個社會的愛 和諧和平是大家一起來推動的 這絕對不是屬於哪一個個人或哪一個政黨 和平紀念日是屬於全體台灣人的 我們共同讓這個社會更好 我參加這二十幾年 正好遇到從二二八事件 大家成立了變成和平紀念日 所以每一年我都透過各種方式來親自參加各項的紀念活動 擔任市長或沒有擔任公職的時候 也分別的參加活動 或者是來拜訪我們一些二二八受難者或受難者的家屬 因為這一天是非常有意義的 他不是只是給大家放假 而是希望大家能夠透過這一天 我們能夠讓台灣充滿了愛 我們用愛心用和諧來推動和平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因為疫情之後 我們國民黨也應該要來舉行這樣的一個紀念活動 我也是延續我過去每一年都有參與紀念活動的一樣的心情 那我也希望這個社會二二八事件所帶來的傷痛 我們能夠逐漸逐漸一代比一代的能夠記取之外 能夠完全的米平能讓社會更和諧 讓整個社會能夠推向一個陽光充滿陽光 然後世界能夠更和平 那同時我也希望非常重要的兩岸一定要和平 這也是我們國人最大的期待 我們國民黨的目標就是希望維護兩岸和平 同時也希望能夠讓民眾過好日子